嗯... 一回... 一回的機會 人太好了吧! 感覺跟他交往蠻賺的 感覺這個上下的這種攻擊力道蠻強的 大家好我是中空 回到女優採訪單元這次來的來賓 也是目前Idea Pocket發片陣容中我非常喜歡的一位 這次可以看到他真的是非常開心 就請他來跟觀眾朋友打聲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安吉華 這次能看到安吉華小姐真的是非常開心 那在2022年底的時候 以IPX942這部作品加入業界 所以就想要問一下說當初加入業界的契機是什麼 欸...同樣的店舖 同樣的事務所 先輩的桃乃木可奈 SNS 招呼 對... 想要試試看 接下來作品 IPX959跟IPX976 這兩部作品 其實我覺得都是 蠻明顯在拍給觀眾說 讓他們知道 安吉華小姐的身材到底有多強大 然後他的技巧也更加純熟 那這邊我其實蠻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安吉華小姐身材這麼好 欸...在生活中有給自己帶來什麼樣 那種正面跟負面的影響這樣子 欸... メリットは... 嗯... このお仕事をしていて インパクト があるなって 思う ことぐらい ですかね デメリットは 着れるお洋服が 限られてくる ピタってしてるのだと 強調されちゃう なので嫌だなって思います 太貼身的話 有時候在街上 應該是蠻困擾的 會被很多人 投影一樣的眼光這樣 沒錯 對 就是會這樣子的感覺 嗯... 不是... 你不要再看我 那接下來這個 IPXZ013跟IPXZ011 這兩部作品就分別是 護理師造型跟逆兔女郎 那在封面上都十分的強艷 就想要問一下說 Angela小姐拍攝到目前最喜歡的造型 是什麼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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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那個 IPXZ056跟IPXZ108 這兩部作品其實都比較屬於 NTR劇情的類型 那這樣就想要問說 Angela小姐對於 劇情系的作品 還有那種 整部都是肉搏戰類型 這兩種作品 比較喜歡哪一種呢 好想要 是因為比較不用去 背太多台詞 這樣的關係嗎 還是因為什麼 就 除了目前演出過的這些題材之外 Angela小姐有沒有特別想要去 嘗試的題材 我會想要演出的作品 欸 老實說 這個類型的作品我也會蠻想看的 謝謝 就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 因為剛剛是問到說 NTR題材嘛 那這樣在現實生活中 如果 男朋友出軌的話 是可以忍受的嗎 沒有 不行 那這樣遇到這種事情的話 會怎麼處理 欸 會跟他分手嗎 還是就 處罰一下就好 一回 一回 機會 欸 人太好了吧 會給一次機會 這樣不行吧 感覺 跟他交往蠻穿的 好那接下來就是 IPZ069跟IPZ094 這兩部作品其實就都是在展現 安計畫小姐的高超技巧 就想要問一下說安計畫小姐 在加入業界後 有沒有為了 演出特別練習過技巧這樣子 嗯 練習 沒有 OK 下一題 在IPZ123這一部的 泳裝扮相 真的是 非常可愛 想要問一下說 安計畫小姐有沒有其他 什麼樣的興趣 這樣子 嗯 嗯 ラジオ ラジオ 電台廣播嗎 這個超級老敗的興趣欸 類似圖 有段子 有段子的那一種 啊 對 有段子 有段子 好像是那種類似說放送喜劇那一種 哇 那會想要知道說安計畫小姐 是不是喜歡幽默男生 嗯 嗯 嗯 那我會想要問問看就是說 比如說 這帥的喜劇演員 但他的幽默功力還好 還是很強的喜劇演員 但長得 很醜 他會選哪一個 LUSUで YUMOは 超級老人 欸 真的假的 欸 我現在都只通去 開始去 我去一開始去練那個 就可以獲得 就可以獲得 獲得他的方式 台灣的很多喜劇演員 對啊 就開始來報名 等一下這句是不是在售台灣喜劇圈啊 沒有 也有帥的啊 也有帥的啊 柏恩很帥吧 赫隆也不錯啊 赫隆帥 赫隆帥 好啊 那這邊 那這邊其實剛剛回答的問題中 就可以感覺到說 欸 安計畫小姐覺得自己私底下 是偏S屬性還是M屬性 我是M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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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是為什麼這樣會想要演 S類型的作品 Private とは 違うことをしたいなって 這樣大家可以知道說 安計畫小姐的理想型就是 超S的喜劇演員 就不免所想問說 安計畫小姐比較喜歡拍一般的作品 還是說比較喜歡拍VR的作品 普通的作品 の撮影 嗯 がすきです でもなんか ずっとカメラに向かって 私が ずっと一人で喋ん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で とっても大変です 沒有空檔時間 因為你真的VR就是 整個 時間都是一直要對的那個鏡頭演出 那比較累好像是 蠻有道理的 現在最想問的就是說 安小姐 在未來有什麼樣的氣話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えーっと たくさんの人に いおりひめかを知ってもらって なんですかね いろんな年代の人に 好かれるような女優さんになりたいです あー 了解 最後就是想請 安計畫小姐 給這個頻道的粉絲幾句話 台湾に来てとっても嬉しいで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れからもいおりひめかを 好きでいてくださ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那今天真的非常榮幸 可以請到安計畫小姐到這邊 也非常感謝AVCO 可以請來一位 這麼優質的女優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 安計畫小姐以及AVCO 那今天的節目就差不多 進行到這邊 我是鐘頭 我們下次見拜拜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也請務必在影片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支持我們其他平台 包括Instagram以及Podcast 那也別忘了 中止通一下的YouTube會員開通啦 想成為我們的葫蘆通粉嗎 趕快加入我們唷 請務必加入謝謝 謝謝再見